埃及,一个充满古老文明和神秘色彩的国家,从壮观的金字塔到秀丽的尼罗河,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探索。 因此,今年秋高气爽的11月,向往知性文化之旅的游客,就可以与拥有43年历史且深受华人游客信赖的历史旅游名人假期,来一趟埃及十日深度及土耳其三日精华游,共创一个让人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。 埃及是所有这个文明古国里面,古迹保存下来最好的一个国家,那埃及这个国家呢,在三千年前,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反法的地方,那非常不幸,我们要讲说这个气候变迁,虽然我们大家觉得说有的说有,有的说没有,但是呢三千年来,你到埃及一看就知道,原来那么反法的地方怎么一下子变成沙漠了, 但是也因为他这个沙漠化,把他所有的古迹都保存下来了,所以呢,埃及是你一生非得不去一次不可的地方。 北美华人旅游界教父,历史旅游名人假期创办人詹锦棠表示,这趟埃及十日深度之旅,由北向南走遍开罗,陆克索和亚斯文,三大旅游都市要把风光美景一网打尽。 埃及呢,在这个古文明上,最出名的就是一个金字塔,再加尼罗河,因为尼罗河这条河呢,它是不但是埃及的这个生命,生命所维持的生命卖卖在的地方,也是非洲很多国家都靠着它这条河,所以呢,尼罗河这个cruise呢,也是你非去不可的,所以呢, 那我们盖瓜呢,其实就是说,你去埃及最重要必须要访问的地方,也就是凯罗,金字塔所在的地方, 拉克索就是我们上这个尼罗河cruise的地方, 然后阿斯文就是我们下船的地方, 然后呢,我们在还参观了一个阿布辛勃, 那阿布辛勃呢,这也是它最重要的景点之一。 埃及时日深度之旅的第一站,从首都开罗出发, 先要参观吉萨金字塔群, 其中包括了一座高达138公尺, 由230万块巨石所构成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, 胡夫金字塔,而名人假期的游客, 可以选择进入金字塔一探究竟, 或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远眺, 它建造的时候,根本没有任何的机械可以用, 那他们如何利用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聪明智慧, 其实呢,就是说你在看这个呢, 就是跟中国建长城一样, 就几千年前,大家都是用人力, 那如何把这么巨大的一块石头往上搬, 这个金字塔,想进去看的人可以进去, 那你不进去,外面其实已经非常的壮观了, 那在金字塔片上呢, 其实呢,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在拉伸一定要坐骆驼, 你坐在骆驼上面, 看金字塔,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不同的感觉, 还有远近驰名的人面狮身像, 代表着埃及古代神话中的神奇, 象征融合了人类和野兽的力量, 在逛完了吉萨金字塔景区之后, 前往拥有超过十万件珍贵历史文物的埃及博物馆, 馆内最著名的文物要属图坦卡门王的黄金面具, 他以细致的工艺和高贵的材质文明于世, 并被认为是图坦卡门王的灵魂护身符, 埃及博物馆的另一个重点展区, 还收藏了多位法老穆乃伊, 可以观察古埃及人的轮回信仰, 埃及博物馆呢,就是所有的穆乃伊, 就是最原始最保存最好的都在它里面, 所以呢,你这个就像你讲的, 我们在埃及呢,就是金字塔, 人民师生巷,还有这个埃及博物馆, 这三个是我们要参观的地方, 值得一提的是, 历史旅游名人假期还会带领团员参观开罗沙草职场, 体验传承数千年历史且复杂的传统手工艺, 首先,工匠们要将沙草浸泡在水中, 使其软化, 接着, 他们将沙草拍打成细细的片状, 再堆叠在一起, 然后,沙草片被挤压, 使其牢固结合, 最后,工匠们将沙草片平整, 制成精美的纸张, 在沙草纸场中, 游客不仅可以亲手制作沙草纸, 还能购买艺术家创作的沙草纸画作, 为丰富的埃及之旅留下美好回忆, 我觉得你买它的这个沙纸, 唯一我觉得是应该要买, 其他的, 我是建议就是说, 看买都由你自己来决定, 但是沙纸呢, 它第一个价格不贵, 而且真的就是说, 看它在几千年前造之意识, 对, 这个它在造之的艺术, 就是说, 真的就是说, 我是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观的。 告别繁华的首都开罗, 团员们将启程前往路客所, 东森新闻也会继续为观众介绍, 一路上的好吃好玩, 埃及十日深度及土耳其三日精华游, 2023年11月24日出团, 观众查询详细行程, 请联系历迟旅游名人假期,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